胶纸西尔比曾经给母亲写了一行字,告知她返家的日期,她没有办法鼓起勇气去告诉她她的老朋友的死讯。 她试图描述,但每当这时,她都痛不欲生,哽咽不已,最终还是把信纸撕了个粉碎,最后擦去泪水,跑到另一个地方,使自己镇定下来。 到了胶纸要回来的那天,欢乐的气氛笼罩着谢尔比府上,大家都忙碌着迎接小主人胶纸的归来。 谢尔比夫人坐在大门里,山核桃木头正在壁炉里燃烧,深秋傍晚的寒意也渐渐远去。 我们的老朋友可罗伊大婶已经负责摆好了餐桌,上面放着的金银刻花器皿闪闪发光。 可罗伊大婶一身印花布的新衣服,干净的白色围裙,鼻挺的头巾式无颜帽,幽黑发亮的脸庞上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她正在餐桌旁挑剔地摆弄着餐具,其实她只是借机与女主人说说话罢了。 哦,上帝啊,她最熟悉不过这儿了。 她说道,我把餐具放在她最喜欢的地方,炉子的边上了。 娇治少爷总是习惯坐在这暖和的位子上。 哦,真是要命。 萨里为什么不把那个娇治少爷在圣诞节买给夫人的小心茶壶拿出来呢? 我去哪儿?夫人收到娇治少爷的信了吧?她问道,是的,可罗伊,不过除了短短的几个字,说她可能今晚到家之外就没有别的了。 她没有提到我家老头子吧?可罗伊一边问,一边还是在摆弄那几个茶杯。 是的,她没说什么,她只是说等回来后,一切我们都会知道的。 哎,娇治少爷就是这样,什么事啊,总是想着见了面再说,我一直都记得她这样。 我还真是搞不懂,白人真有耐心,将自己做的事都记下来,那样写起来多慢呢,多么难呢。 西尔比夫人微微一笑,我看呢,我那位怕是已经认不出她的两个儿子和小娃娃了。 天哪,看看,玻璃已经是大姑娘了,又听话又可爱,她也来这里了,正在看着烙玉米饼呢。 我给我家老头子烙了她最喜欢的那种饼。 哦,主啊,保佑我们吧,要知道那天她走的时候,我是多么伤心呢。 西尔比夫人不由叹了口气,看着她提起这件事,她心里头感到一阵的不安。 自从她收到儿子的信后,她就一直感到沉甸甸的,一直想着她在信中什么都没有说,一定是有什么事在瞒着她。 夫人,您还在帮我收着那些钱吧? 可罗伊焦急地问道,是的,可罗伊,我想我那老头子看到那些钞票一定会很高兴的,那都是我在那家糕饼店的老板那儿赚到的。 她还说,可罗伊,我是多么希望你接着干呢。 我对她说,老板,谢谢你,我也很希望,可是我家老头子快要回来了,我家夫人也很需要我呀。 哎,琼斯老板可真是个好人呢。 可罗伊曾经不断请求西尔比夫人帮她把赚来的钱保管起来,以便可以让她的丈夫看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留个纪念。 看看她在糕饼方面的出色手艺,西尔比夫人答应了她的请求,她一定认不出玻璃了,天哪,自从她被人们带走都已经五年了,那个时候玻璃才刚刚能够站起来,还是个小不点呢,还记得那时候玻璃一步一步地走,老是摔跤,老头子看到之后笑得那么开心,我的上帝呀。 门外传来嘎嘎嘎的车轮声,娇治少爷,娇治少爷回来了。 可罗伊大婶边喊,边冲向了窗口。 西尔比夫人一跑到过道门口,她的儿子就紧紧地抱住了她,可罗伊大婶心急如焚,站在那儿向窗外张望。 哦,可怜的可罗伊大婶啊。 娇治顿了一顿,同情地叫着,双手握住她那双又黑又结实的大手说道,她已经进入天堂了,只要能够将她赎回来,我就算倾家荡产也愿意啊。 西尔比夫人惊叫着,但是可罗伊却什么都没有说,他们几个进了餐厅。 那些曾经令可罗伊大婶深感骄傲的钞票却仍然在桌上。 哎,可罗伊迅速地将钞票聋在一起,抓在手中,颤抖地递给了女主人,说道,让这些钱离我远远的,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们,也不想听这些事了。 我就猜到,事情终究会成为这个样子,被人家卖到那些地狱般的破装园上,最后被折磨致死。 可罗伊转过身去,昂头向外走去,西尔比夫人跟在她身后,抓住她的手,把她拉到一张椅子上坐下,自己坐在她的身边。 可罗伊,可罗伊,她轻叹了一声,可罗伊一头倒在女主人的肩膀上,抽气地说,夫人,您可别怪我,我都心碎了,没什么别的。 我理解,我理解。 夏尔比夫人说道,眼里也滚落大颗大颗的雷珠,我没有办法治愈你的创伤,但是,耶稣可以治得好,他能够治疗那些已经心碎的人, 并帮助他们包扎好伤口。 屋子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大家纷纷都在哭泣,到了最后,坐在可罗伊旁边的胶纸,直住了哭声,握紧她的手, 简洁而又悲痛地向她陈述了她丈夫临终时的情形,转达了她那满是爱意的遗言。 一个月过去了,一天早上,夏尔比府上所有的佣人都聚集在大门里,听着小主人讲话。 胶纸在他们中间,他的手上有一叠文件,那是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得到的自由证书。 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大家哭泣,叫嚷着。 胶纸,轮流地念着他们的名字,每一个人都相应地拿到了自由证书。 即使如此,他们中很多人仍然围在他的身旁,热气地希望他别把他们打发走, 并又试图将那些自由证书还给他。 胶纸少爷,我们认为,在这里已经有很多自由了,到了其他地方未必会比现在自由。 在这里,我们需要什么就会有什么,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离开您,夫人和庄园中其他的人。 朋友们,大家听我说,胶纸,等大家安静了下来,就立刻说道, 我并不是要你们离开这里,庄园里还是需要你们这些人的帮忙, 可是,与以前不同的是,你们是自由人,你们为我干活,拿到工钱, 至于树木,由我们双方来商定。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我负债了,或者是死了,或者是发生其他什么事, 别人就不会卖掉你们,或者是拿你们做抵押。 我还会继续经营这座庄园,并且要教会你们如何使用我给予你们的这种自由的权利。 你们也许必须花些时间才可以学会,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表现得好好的, 并且乐于好好的学习。 我坚信上帝的仁慈,我在这里向他保证,我会忠于我的诺言,并十分愿意教授你们。 啊,朋友们,请向上帝表达你们的谢意吧,感谢他给予了你们幸福和自由。 人群中,有一位声望极高,上了年纪的黑人,他已经在庄园里度过了他的一生, 而如今,已经是满头白发,双眼以下的老人了。 此时,他颤抖地站了起来,举起了一只颤抖的手,说道, 让我们来感谢上帝赐予的自由吧。 大家不约而同地跪下来。 这位老人唱起了一首表示感恩的赞美诗, 我们赞颂你上帝。 虽然是一首嘹亮的风琴声、钟声和礼炮声中产生的简单的赞美诗, 但再也不会比这位善良正直的老人所唱出的发自内心的赞美诗更虔诚、好听、上达天国了。 大家刚刚站起来,又有一个人唱起了一首为理工会的赞美诗, 两句反复叠唱的副歌是, 大赦之年已经来临,得到救赎的罪人们,快回家吧。 另外还有一件事, 娇致打断人们的欢庆之情,说道, 你们也都还记得汤姆叔叔吧。 娇致将他那临终时的情形和他对庄园上所有人充满爱意的道别, 简单向大家陈述了一下, 又说道, 我的朋友们, 我在他的墓前像上帝法国士, 永远不再续养一个黑奴, 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性, 我就会给他自由。 在我的手上, 我是不会让又一个汤姆叔叔出现的, 绝不会再像他那样遭遇背井离乡, 骨肉分离的痛苦, 最终克死他乡。 因此, 当你们为自己的自由而欢呼, 高兴时, 你们一定要记住, 应该感谢那好心的汤姆叔叔, 并且要好好照顾他的妻子儿女, 以报答他的恩情。 每当你们看到汤姆叔叔的小巫师, 你们应当将他牢记于心, 你们要跟着他的脚步, 以他作为榜样, 做个像他那样正直, 诚实, 并且忠贞不渝的基督徒。 哦, 感谢观看